埔里镇农会主办寻找2024焦点女神 埔里美人腿节即农民节表扬活动 在埔里城万尊爵酒店举行开幕式 县长徐书华立委马文军 中华民国累球协会理事长罗于心也客串走秀 一起为活动代言成为全场压走秀 百余为参赛加力顺势出场亮相 许宣长表示 焦白笋 百香果 花卉是埔里重要产业 感谢埔里镇农会推动农产业发展 以及食农教育行销 相关的活动成功打响埔里焦白笋知名度 2006年举办第一届每人腿公主选拔 已办理13届 后来因为疫情停办4年 今年又重新登场寻找2024焦点女神 并将为农特产品代言 焦白笋有一个熟名叫做美人腿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成功地打响我们普里焦白笋的知名度 那因为这疫情期间 这几年其实都没有大型的活动 所以这次要重新来举办 这个寻找焦点女神的活动 那希望透过我们这些的有自信 而且阳光正向的女孩 展现自己的这个优美的体态 同时也了解自己在地的产业 这次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我知道有一百多位的这些的焦点女神 从全国而来 因为这次的奖金也有来到的 第一名有30万 那我想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食农教育 让很多的这些的青年朋友 女性朋友能够了解我们脚白笋 到田园里面去了解我们在地的产业 进而也可以成为我们重要的代言人 成为我们南投县的观光大使 那我们县政府也补助了 普里农会200万的经费 那希望他们大力的把我们自己在地的好的产品来推广出去 那这次呢来参与的 焦白笋的笋农的评鉴总共有一百多位 包括百香果也是现在的产季 也经过一百多位农民的评选呢 都已经选出来最优质的 而且呢都是这些的好的 这些的优质的这个农特产品呢 能够推销出去 那则请呢我们现农会 跟我们的普里农会就会来颁奖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客串来当一下我们这个走秀的这个代言人 希望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最重要的要把我们在地的产业都能够拉抬起来 让大家认识我们好吃的角白笋 阿伯孙是我们普里很重要的农山品 透过这个卫兜的基盘 这一次是焦点女神 我们期待让更多人认识角白笋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蔬菜 也是我们普里很重要 我们南投很重要的农山品 希望说大家都可以 不达到特别顺利 我们的吉他也都非常好 我们希望说就这个卫兜来带动 我们中国的农山品和观光 普里镇农会表示 这次活动共有102位加力报名 将于9月29号举办决赛 选出第一到第三名 以及其他奖项 第一名奖金30万元 第二名奖金15万元 第三名5万元 入围者27名奖金5000元 入围者将协助促销焦白笋等农特产品 并作为形象代言 担任县府观光大使 宏觞 Games 包括 今天的法律 我们学妹 美省 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 我们今年 当然 拍摄 Chicago 乖 我們早前來開業的 經費方面 我也會再去充滿 雖然說 館長的 還會再增加多人 祝我們今天的外長 順利成功 祝載做的委賓 寫獎自成 謝謝 今年參加了很踴躍 總共有102人參加 第一名是30萬 第二名是15萬 第三名是5萬 其他入圍27名 每位5000元 會來推廣我們福里鎮在地柚子的農產品 包括角白筍 百香果 還有其他一些蔬菜 來代言我們福里的農特產品 配合活動開場 有表演以及角白筍產業走秀活動 走秀活動包括學生食農教育 角白筍田間生態與棒共生 有青龍返鄉走秀 有家政班媽媽好手藝秀 還有歷居美人腿公主三組秦子秀 包括縣府農業處長蘇瑞翔 縣議會副議長潘怡全 縣議員吳國昌 蘇逸成 黃施芳 林芳瑜 縣農會總幹事 鄭明瑞等人到場參與 記者 蔡詩琦 葡里鎮採訪報告